好 这期我们就要带您看到的是鸿海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析了说 其实今天盘不好 没叠的都很厉害 挺住的都是强者 好 我们就要带您看到了 接下来下半年大家都在看 iPhone 6的手机 我们来看iPhone 6可以有多大的商机 有人形容说 因为iPhone它的尺寸一直不变大 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它尺寸变大 所以压缩很多的一些购买动能 这一次在iPhone 6 当它尺寸真正变大的时候 会一次大爆发 好 我们就来看到了 大家的预估是说 iPhone 6在6月份 现在大家说应该是6月份 将会有2.25亿只的换机潮 因为大家都等着要换 大尺寸的iPhone手机 这数字非常惊人 那么鸿海将会是他组装的一个 大订单的受贿者 所以就凌证券预估了 鸿海今年跟明年的盈益率 将会从2.8%拉到3.1% 股东的权益报酬率ROE 将可以拉到14% 因此呢 调升它的目标价到96块半 今天多少呢 好 来看鸿海今天收在86块6 今天小涨0.58% 来看看86块6 距离目标价96块5 哇 还有将近10块钱的空间 好 那么当然也除了鸿海之外 平盖股应该都可以受贿 iPhone 6如果真的可以卖到2.25亿只的话 所有它的供应链一定都鸡犬升天 好 我们来看到它的供应链 包括现在传出接到i6大单的有TPK 成宏 成宏呢 我们看到最近的股价多强势啊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接到了i6的单 好 我们来看3月份的营收还是年减49%哦 但今天强涨5% 不要忘了今天什么盘啊 今天盘也太掉漆的盘 但是来看TPK成宏可以涨5% 另外加联益同样也是说 它接到i6的单今天可以涨2.3% F真顶呢 宏家军来看看哦 那么今天涨2.3%做PCB的 做连接器的智深 智深今天也是上涨1.2% 背光模组的锐移 今天也强涨了1.6% 平盖股今天通通都在涨 所以呢 大家就说了 平盖股接下来应该会非常有机会 好 那么平盖股有机会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布局 才是最聪明的呢 带您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一开盘就平民往上冲 陈宏一路走扬 股价最高来到221.5元 涨幅超过6% 全因为Apple的平板电脑 iPad传出出口模组 可能改采全贴合制程 让主要面板厂陈宏跟着受贿 外资抬叫红不让 同样吃下iPhone6大单的宏家军 真顶股价获得买盘力挺 14号收在824元 涨幅也超过了2% 还有业绩打上苹果光的加联益 外资加码股价收在37.55元 平盖股最近各个表现红通通 第三季来讲的话 不管是所谓的iPhone6或iWatch 甚至iPad Air 2这个部分 甚至于就是说MacBook Pro 新的我们都可能要开始产出了 那在出货的情况之下 应该也就在4 5 6开始要往外出货 所以说瓶盖股在近期大盘 在比较震荡整理的格局里面 相关的个股走势其实都还算蛮强的 如果新产品下半年一一准备登场 包括6月大会上的iWatch 还有9月的iPhone6 外界认为第二季末将看到出货认购 也带动相关瓶盖股跟着看涨 菲氏提醒4 5月是关键买点 随着9月产品通通亮相 年底耶旦节是销售高峰 今年瓶盖股有机会忘一整年 今年来看的话从目前为止 我们如果布局瓶盖的话 基本上应该有到年底之前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波段的走势 过去整年受到断大厂降价挑战 台厂闷了好一阵子 如今苹果热潮再起 业绩有机会再度翻红 在中氛固定许本 在中氛固定讯会